说到台湾车界的活历史 你想到谁 我第一个想到李义桐 要讲到保时捷的活历史 活字典你会想到谁 但给你这台车 真的就是初代的986 厉害了 第一代Boxster 没错 这台其实对我来讲 真的是历史满满 这部车还没发表的时候 我就已经坐过它了 为什么 凭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有去纽柏林 然后虽然那天没有开 但是居然有一台Boxster 伪装车 停在路边 没有人 怎么会 对我们马上拍照 马上偷偷给他坐进去 对啊 还没上市 你屁股坐进去了 对对对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台车上市 2.5的 晏明的到现在上市 都还没坐过 对对对 没开都没开 他刚刚有坐一下 德哥没开过986 2.5的 的确 2.5我没开过 因为我 比较年轻 我入行的时候呢 已经换2.7 but 986 987 991 到992 任何一款的Buster 包括cayman 我都试过 天啊 你人生的遗憾 所有巴士都开过 就这台没开过 2.5的没开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一想 我也不会很有渴望 你知道吗 当初这台只有两百零五批 换句话说 都在路上 噗 噗 那impressor 都可以电它 对 还会陷害 这台车 因为这个车况 非常非常好 那如果等一下 我觉得你人生 还是要圆猛 把它全部都凑满 等一下把我们移车移出去 没问题 交给我 这台Buster 到现在看还是很漂亮 尤其是车主 太有爱了 对 光他车在这里 你会觉得看不出 岁月在他身上 留下任何痕迹 对不对 没错 你可以看到他车头 其实要知道986 Boxer 虽然是入门跑车 但其实他比他同期的91 早出来两年 所以你可以享受到91的Log 因为其实他除了 这个车身的结构 基本上很接近以外 其实整个车头 几乎是996直接搬过来的 不管是他的这个 你很爱他的灯 对 我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当年 你从993跳来一个 完全不同世代911时候 或者是Box的时候 你觉得说哇 这才是要创新嘛 结果997他们又把它换回去 对 但是当年真说真的 我们甚至于跟这个设计师 有讨论说 为什么你要做成这样 他说我就是要创新 因为从气冷到水冷 其实真的 这部车非常进步非常多 是个Revolution不是Evolution 那时候设计师这样说 这样跟你讲哦 所以这台车意义不同嘛 对对对 然后重点是 因为前面这也不是引擎 引擎在后面 对对对 所以这里是空的 没错没错 但是要记得 它就是911的look 对 然后呢 可以享受一个入门的跑车的 又是一个敞篷 你知道吗 那时候911或996敞篷要多少钱 这部车只要它一半的价钱 只要一半的价钱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买是真的 A猴呢 那个时候 A猴对对对 所以其实包括它的内装部分 除了这个现在的这个经典的黑色 还有一些 红色内装 所以那时候跟老的911 或者说老的这个保时捷比起来 它真的是非常新颖 当年有各种敞篷车 包括SLK 包括Z3 Z3那时候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这部车其实在当年是 可是很夯的 对 尤其后来德哥开过的2.7 或者是出来的3.2手牌 其实统哥都非常喜欢 我们在国外试驾 我觉得只要是Boxer S的手牌 真的开起来就真正是一台保时捷 而且它并不会比 你不会觉得它比996弱 因为它虽然205匹 但是后面的只有254匹 那当年的911 其实也才300匹而已 也才300匹 对对对 当年300匹厉害 没错没错 那无论如何 你光看这一台车 就知道车主太有爱了 它内装什么 一切都整理得非常非常的好 是是是 所以我说 就算你用市场行情来看 它都不会割爱 对 这个如果开在路上 还是很多人会 投以羡慕的眼光 吸睛 第一台车就直接出代 Buster 那现在Buster 已经到第四代 第四代开起来 应该很过瘾的 其实你知道吗 新的Buster 跟旧的 它其实最大的进化 就是性能变强 然后结构也变得更好 刚性也同时更好 但是在操控乐趣上 其实986就已经很好 因为中置引擎的配重 它的后轴下力 已经可以有55% 前轴45% 所以在弯道上 它可以保有绝对的灵活 而且你知道吗 我有台968 你知道 跟它的986 设计师是同一个 Humlake设计的 因为它等于70年代的时候 它是保时捷首席 那时候不是首席 但90年代 已经主导整个保时捷 在设计上的方针 而且你会觉得 每一代的保时捷 它都不断的在进化 那我觉得 其实在开的那个感觉 其实我第一次开到 986的2.7 我心里是亢奋的哦 因为那时候的水平对卧 六缸引擎 它不是特别快 可是你会觉得很顺 那即使是自排的 Tipatronic 武术的Tipatronic 你会觉得那个档位衔接 你还可以听到水平对卧 撕吼的那种共鸣声 就是那个感觉 但是你会觉得 我怎么还在这里 可是不管怎么样 它在弯道上 它会给你一种激情 就是因为它的回旋性很好 它那时候还没有什么PDV 扭力分岛都没有 但是它平的就是LSD 还有优异的配重 那到了987的世代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进步的地方就是 又新增了CAMMAN 就是它除了有Buster以外 又多加了CAMMAN 那CAMMAN呢 当然因为它有一个车顶 所以在刚性上 你会感觉的很明显 你知道Buster 一开始它刚性没有很好 尤其你过地下室那种螺旋弯 你会感觉到 即使你关棚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声音 那就是它的BuddyTotion不够好 但987已经进步了 但是真正让我整个满心欢喜 很急着回家把铺满摔破 是981 因为981已经完全进入次世代 包括侧面的腰线 你会觉得那个进气孔好漂亮 光那个车门拆起来 我都觉得比911要来的好看 那只不过我后来铺满摔破以后 还是不够 还差很多 而且981 981它又新增了GTS的版本 它其实已经又在性能化 在耀劲 那到最后 它甚至也有GT4跟Spider 那到了718呢 现在为什么多加一个718 其实保时捷在60年代呢 它就已经有Rollester的跑车 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 还是分不清楚 什么是Loster 什么是Convertible 对因为Rollester呢 其实指的就是双座 敞 Open Top 一定是双座 但Convertible就是像GT跑车的敞篷版 它一定是四座的 对 这是在这样的差异 那在718呢 它为什么会用718 就是60年代 保时捷已经有一个很棒的Rollester 叫550 550已经是用1.5升的四缸引擎 自然进气 但是 它接下来要推出一个718 718它名字 后面还有个代号叫RSK 它其实RS呢 其实就是进化 就是它的Rensport 那K就是它呈现更强的版本 因为这一颗引擎 它也 这台车型 它一样是用1.5四缸 但是它马力已经进化到148 嗨 各位 各位跨界小银家们 靠影片别忘了帮我们按个喜欢 留言 写下你想看到的车款 并且把我们影片分享给所有 你喜欢车子的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哦 更多车款的开箱评比试驾 通通都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变成WinWin跨界大银家吧